大姿小开王子豪在去年的时候遭到了两名黑衣人围殴 那么王子豪日前向警方说 就是妻子台中市县长 这个县议员的王家家所缩食的 王家家因此遭到警方的寒送 那么昨天下午的时候 王家家现身一场彰化的选举造势活动 他对这些问题都不愿再谈 王明光 王明光 被丈夫指控教唆打人的王家家 下午在彰化现身 替朋友助选站台 王家家还很幽默的帮朋友拉票 请支持彰化欧巴马 王家家从头到尾见人总是谈笑自若 不过谈到婚姻问题 王家家的表情变强了 家务事总是变成全场焦点 说到了一半 不知怎么接话 朋友出面棒腔 王家家的上妇王子豪去年被两名黑人围殴 王家家的上妇王子豪去年被两名黑人围殴 王子豪向警方指控就是妻子王家家所使的 王家家被含送家丑也因此曝光 那至于我的家务事呢 就还给我的私人隐私 跟我的生活空间 那其实未来我的重心就放在专业问证 王家家只谈工作 一心一意要选下界的议员 他说会把家务事处理好 就怕负面的新闻太多 选票也跑了 最近陈梦辉彰化采访报道 购源 орт 人 感谢观看